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的部分 主要的话是以协作平台为主 就是快速的教同学们 如何可以自制一个网站出来 这个网站的用途可以是对外的 可以是对内的 群组的也OK 或是对外的公开的都是可以的 如何快速兼制网站 不可能教你们用那种 注入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写 写太久了 所以我们最快的方法就是用协作平台 协作平台刚刚只有介绍过 它有分成新版跟旧版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的课 就是我像我有时候学习课 那我都会把它做成一个 写作平台的一个模式 上课的时候就每一周的进度 我就会直接放写作平台上 我就不是用学校的教学平台 这是我上课的做法 那你看一下 这是我在其他学校兼课的内容 例如说我有两门 像这个多媒体的部分 还有电脑绘图 像这种课程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点进去 这是旧版的 给各位看大家这介绍 这是旧版的 在旧版的地方连进来之后 我把它当成是我的课程网站 所以我的做法是左侧 会出现每一周的课程的概要是什么 然后中间是云端硬碟 这边是跟云端硬碟结合在一起 所以云端硬碟放进来后 同学如果需要下载素材的就可以从真方去下载素材 老师的联络方式 然后再来一些需要缴交作业的 我一样开个空间 然后让学生点进去后把作业上传 不需要账号 他也可以上传 所以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用协作平台当成是一个沟通的一个界面 然后再搭配着Google他其他的服务来做应用 然后另外我还有做课程录影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如果有课程录影档 我就会直接包进去 直接上传到YouTube 上传到YouTube的上面之后 然后就可以让学生每一周回去可以复习课程内容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协作平台做的 这样我用了几年吧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学生至少都有东西可以看 然后可以复习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协作平台的样貌 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可是现在刚才所看到的是所谓的旧版 旧版它有被受限 所以它的一个编排的部分 比较没有这么的弹性 就是概念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尽量交的是新版的 因为之后都会改成新版的 那新版的是什么呢 当你进到协作平台的界面中的时候 中间出现是你已经做好的 就是我的写作平台 好 然后再来 新旧版本的部分的话 我看一下 它没有混在一起 OK 看左侧 左侧下面我们看一个新版的Google写作平台 这个是新的 所以同学没点它进来 然后这个新版的我有看过 我试过它并没有办法在你的平板或手机使用 它必须在电脑板 所以我的平板就不能编 像以前造型旧版平板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可以在平板上直接建网站 可是现在不行 因为可能功能还没有很完全 现在真的太新了 它刚出来没多久知道吧 我都还没建完你们就要找我上课 你知道吗 对 怎么马上就 我本来下学期要来用 结果这学期还没过完你们就要上课 所以它很新喔 来 这个是我自己每次乱玩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 就随便放的东西 试看看功能喔 所以新版的它会在这个界面中显示 那你可以看格状的或者是条例式的方法 一个一个 这是一个一个的网站 记得一个一个的网站 好 那之前一个账号可以开做个网站 在旧版的部分 它的网站 我去查过Google的一些help档 都没有提到网站的数量限制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自己实际在用的时候 旧版的我发现30的站就不能再开了 其实我用到30已经满了 第31个它就叫我不能再开站了 除非再用新的账号 所以旧版是有受限的喔 它是30 30 那新版的我还没有测到这么多的站 所以可能同学注意一下 旧版既然有受限 我觉得新版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它只是功能的部分有正强 可是它一定还会有数量的一个要求啦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拭目以待一下 好 所以这是老师刚刚简单做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界面后 我们再来看到底要怎么做 好 接下来我们只要点这一个 你做好的网站 这就一个站喔 一个网站的关面 好 它的排版方式颠覆了完全 之前就有个方法 所以它就是很弹性的 所有的图案都自己排的 很像word的 比word的还简单 然后所有的功能都在右侧 所以今天你要我全部交完 绝对没问题 好不好 还有剩 剩吗 可以交给别人 但是时间上会应该是够的 好 所以这是界面 你编辑的界面 那它右上角分成三种 插入页面的主题 又是三大类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网站好不好 点一下这个眼睛 预览 当别人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看到很漂亮吧 对 可是现在一开始看都觉得还不错 我跟你讲它只有五个样板 五种 大家会长得一样 你知道吗 它新的太新的 它慢慢会增加啦 慢慢会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功能 都是这样子 那你看 所谓的RZRBUDD是什么意思 你看右下角 它会跟你说 如果在电脑看是这样 手机平板是不是平板 变这样 拉平了 它自己帮你转的 好平板会拉平的 你看 好 那如果在手机呢 是怎样 董老师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RZRBUDD的观念 也不用写程式 它直接帮你做出来了 好 所以这是预览 那你擦擦按掉 就可以再回来了 所以等一下我要教你们的是 如何透过这个画面去编辑你的网站 这样会有没有问题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图片啊 文字怎么摆啊 档案怎么上传啊 页面怎么连结之类的 很多的东西 好 来 那么一件一件事情来 所以这个界面OK了 来我们回去 回去的话点左上角 网站 这是首页 网站首页 它会回到这个界面 就是你自己的站的位置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建一个网站 我们先建一个网站哦 所以右上角 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我去按一下加号 好 按了加号之后呢 它马上就帮您开了一个全新的站了 就这样 超简单 好 就进来了 好 进来之后呢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想一下 你的网站要叫什么名字 那假设我下学习要开课了 我用下学习的课名 来当成我的网站 好不好 所以左边这边有网站名称 我就点它一下 我可以打字 例如说我下学习要开的是 网页设计课 我要当个课程网站 跟学生来分享用的 所以左上角 你可以打你的课程名称 好 再来 当你这个地方打完后 其实你的网站的名字 就会自己上去了 它会自己上去 好 然后呢 这是我的第一页 那第一页你可以写什么 假设我是课程 例如说 好 我按个enter这么多 好 然后逗点 然后例如说网页设计 好 假设这样 好 这是你的大标 那大标的部分 你反白它后 上方追区 有没有看到 跟左侧都是功能 它会自己排掉出来的 好 然后你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有网页无项office 在做文字呈现的时候 这么的弹性 什么意思 我要什么颜色我自己配 没有 我要大小 我自己大小怎么样 我要自己配 没有 这样子 字型 我想要改什么样的字型 没有 这样子 那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字型本来就不在签 网页字型字型是不在签的 你必须要存在把它写进去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就会建议同学们 您进来后 如果你要改变这一个 第一个大小 这个可以拉了 文字方块的大小 注冻区 好 第二个 标题 它就是分这四种 你要让它指标 次标 就只能这样子去玩它的大小而已了 知道我的意思吗 没办法这么的弹性 这样 那如果三个标题的部分是被受限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般文字 集中所谓内文字的概念 它会有粗体写体 对齐方式 项目符号编号 超连结 删除 跟它的选项 就这样 OK 这是它的功能设定 所以不要跟我讲 老师我想要颜色自己定 老师我想要自行自己定 这两件事是没有的 记得它是没有的 注意哦 好 来说我们选个标题给它 好 来这一个上方的杯的图就设好了 那在看左下角 左下角是什么 就是这个大块的 这个大块我希望它变成标头类型 看一下 更大 那这个比较适合是大图 如果你能去拍了一个很漂亮的学校的风景 它适合拿大图 像这种整个色块的我觉得就不太不太适合了 好 色块是我觉得不不太好了 好不太好 好 来再来第二个横幅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横幅 只有标题就是只有字没有图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 好 来左左边 再回去哦 好 标头类型 我换第二个 好 再回去 这有个变更图片 如果你是选一跟二 这种大的它有图的 你可以变更换图 自己拍照片的 你的图片 你的相簿 或者是图库 图库的话是它能提供的 好 其实做平台提供的 所以你可以进来之后找 你要是我要这一种感觉的 好 选取 它就戴上去了 我觉得问题 好 所以进来后的 目前这个动作先这样 好不好 我们之后慢慢的再教训 好 来 跟着做让开咯 先建一个新的 好 先建一个新的